最终香港法院更改了之前对他做出的两年缓刑的判决 改判五个月徒刑并立刻收监执行 这起案件可以追溯到七年前的2002年 当时冬初刊在第521期封面上刊登了一张女艺人的半身裸照 称这名女星19年前遭绑架并被迫拍下全裸照片 虽然报道为指名道姓并在眼部做了处理 但影射的就是刘嘉玲 不多久刘嘉玲公开承认自己就是受害者 事情发生到了一个地步 只有两条路你可以去走 一条就是放弃 一条就是面对他 东周刊此举无异于传播迎谢照片 为何看点更不惜践踏明星隐私和尊严 为此香港电影工作者协会在事发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召集500多位演艺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刘嘉玲 抨击东周刊的恶劣行径 我们知不知是嘉玲 支持我们知不知是嘉玲 支持 到最后这个一秒钟 他终于夸出了他最艰难的这一步 他面对所有支持他的人 所以我说 刘嘉玲你不要怕 我在台上说 我说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买了他 撕了他 扔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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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是尊重记者的 到今天没有人尊重你们的 因为干什么 是你们自己做出来 是那些小脱记者做出来的 不是全部啊 听着啊不是全部 是那些小脱啊 不要再去影女生的裙 不要再去影女生的胸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东周刊最后关门大集 并坐上被告袭 我觉得香港的媒体 或是一些 现在的有一些媒体 已经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专挑一些最不好看的照片 然后最不好的新闻登出来 我觉得 自2002年之后 刘嘉玲就极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 直至2008年 正在筹备婚礼的刘嘉玲 接受香港著名作家林燕妮专访 首次讲述了裸照事件全过程 原来整个事件是黑社会 对刘嘉玲痛下毒手 当时25岁的他 拒绝参演黑社会投资的影片 总了1990年4月24日 刘嘉玲遭遇撞车及绑架 并拍下受辱照片 此后刘嘉玲不得不在梁朝伟的陪伴下 到荷兰免费拍摄了一部影片